氣象局在下午2點半時 占對方態度索罪發布六少方態驚報 我們趕緊來聽氣象局最新的說明 我們會看到海面的海面上 未來會持續的朝西北溪的方向 也就是往呂宋島的北方海面接近 它的暴風圈已經逐漸影響到巴士海峽的東側 所以目前海面警戒區的範圍涵蓋了 台灣的東南部海面、巴士海峽、東沙島海面 以及台灣海峽南部 其實今天在外圍環流的影響之下 各地的尤其是上半天的天氣 可能還沒有感受到颱風的影響 比較普遍性的天氣主要是高溫炎熱的一個狀況 在颱風外圍環流沉降的影響之下 外島的金門地區出現了38度的高溫 另外大家從圖上也可以看到 其實西半部尤其是內陸或是北部 大台北、桃園這一帶的沉降效應蠻明顯的 氣溫也都偏高 另外在花東縱谷這一帶的氣溫也偏高 所以局部地區也出現了36或到37度左右的高溫 預估今天下半天之後 東半部地區陸陸續續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陣雨 另外在南部或者是靠近山區的地方 也會有一些午後陣雨出現 而入夜之後隨著颱風外圍環流跟水氣越來越多 所以東半部的降雨一陣一陣這個雨勢會逐漸的增加 而到了明天白天、明天晚上 大家可以看到東半部的降雨會更顯著 並且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 也會有很多很少想在旁邊 但是我會看到東半部的降雨 所以我會看到東半部的降雨 所以我會看到東半部的降雨